Hello大家好我是魔斗货 下电影春风失礼全是你的坎哥 今天坎哥给大家讲的是杀人凶手 出狱后却遭遇20岁女孩复仇的故事 等遮你 西珠是警局班长的女儿 这天她正在家里熟睡 殊不知父亲却躺在血泊中 直到第二天醒来后 西珠才目睹死去的爸爸 这时警局同事大英正好来送生日蛋糕 刚好也看到了这一切 不久后金鸡犯因杀害出轨的前妻 同时又被人举报而入狱 她的手上沾了许多条人命 经过调查 大英怀疑西珠爸爸也是死于金鸡犯之手 但由于缺乏种种证据 大英也拿她没办法 因此金鸡犯只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 悔恨的大英在法庭上放话 如果金鸡犯出狱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失去父亲的西珠无家可归 她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了家 于是只能蹲在警察局门口 刚好被大英发现了 两人便相依为命了好多年 大英也一直将西珠当成自己的女儿看待 15年后 金鸡犯刑满出狱 大英站在监狱门口迎接她 对金鸡犯进行警告 这时的大英已经是警局班长 而西珠也长成了20岁的大女孩 善良温柔 对邻里也十分有礼貌 还爱好帮助他人 不仅街坊特别的喜欢她 就连警局同事也对西珠万分宠爱 将她当成家人一般的存在 殊不知 西珠这些年来 暗地偷偷调查父亲惨死的事情 一直等待着金鸡犯出狱 她的房间贴满了关于案件的报道 准备好四季而动 金鸡犯获得自由后 在警察的监视下 她偷偷找寻这一名叫正敏秀的人 两人从小是孤儿院的好朋友 但因为喜欢上了同一个女人 于是友情便走向了终结 当年金鸡犯女友的出轨对象 就是正敏秀 而打电话举报金鸡犯的也是她 不过正敏秀刚好也是个杀人犯 如今她仍继续犯案 杀害了一对情侣 这让金鸡犯再次成为了怀疑对象 尽管她一直辩解自己不是凶手 但大英却依然将她锁定为嫌疑人 在离开警局后 金鸡犯碰巧遇到了西珠 两人相见 西珠的心中燃起了复仇之火 晚上她前去看望再婚的妈妈 却意外看见母亲惨死家暴 愤怒不已的她前去杀害继父 但令她没想到的是 妈妈却因此自尽了 西珠的心里开始变得痛苦煎熬 金鸡犯出狱后 命案持续的发生 这让她背负了太大的嫌疑 不过经过一番调查 大英发现金鸡犯一直在寻找郑敏秀 于是便将手下分成两队去查案 这时的金鸡犯也找到了郑敏秀的位置 她前去谴责兄弟 插足自己的恋情 还向警方打举报电话 两人见面分外眼红 但并没有起冲突 西珠通过调查也知晓了郑敏秀的存在 于是她下决心要铲除这两个人 到了晚上 郑敏秀回家后 却看到地上都是碎的玻璃瓶 还连着数不清的电线 西珠则坐在一旁 她连接了电杀害了郑敏秀 鲜血流的遍地都是 现场惨不忍睹 随后她又前往酒店 用刀具插入了金鸡犯的身体 导致她受了重伤 听到警鸣声后 西珠便离开了 一夜之间发生多起血案 这让大英也毫无头绪 不过金鸡犯在被送往医院的路上 用刀刺死了车上的人 成功逃脱 因为不知道袭击自己的是谁 因此金鸡犯摆脱警察的监视 暗暗地进行调查 她首先排除一些人 最终在网吧通过网络查找被家暴的西珠母亲 才知晓了袭击者的身份 这时大英正好前来将她逮捕归案 却不慎被犯人逃脱 金鸡犯开着警车去警察局 查询西珠的资料 因为刚从别的警局调来 新警员便简单地听信了金鸡犯的话 帮助她查出了西珠的地址 本来西珠袭击完郑敏秀和金鸡犯后 心里的不爽得到了一些释放 她意外看到金鸡犯出现在警局 怒不可遏的西珠便回到了家中 暗自准备着复仇计划 知晓西珠的地址后 金鸡犯便迟刀前往 这时刚好大英也随同警员 全程搜寻金鸡犯的下落 得知她来到警局查询西珠的资料后 便带着所有的警员前往救援 金鸡犯来到西珠的家中 还没进门就被西珠给刺伤了 两人对质 深知力气比不过杀人犯 于是西珠便开始逃跑 她将金鸡犯引到小树林中 两人开始了一场夺命追逐 金鸡犯准备对西珠下毒手时 却又不慎被打昏 醒来之后 她继续去追赶西珠 发现她竟然不逃跑了 反倒是站在秋千上慢慢的荡着 就在金鸡犯要上前的时候 西珠竟然吊死了自己 她将链子挂在栏杆上 绝望的自尽了 这时大英带着队伍刚好赶来 原来在逃亡的过程中 西珠打给了大英 并告诉自己的位置 因此警察才能按时赶到 看到西珠死去 所有的警员悲愤不已 大英悲痛的流下了眼泪 还上前揍了金鸡犯一顿 由于西珠是在金鸡犯面前自杀的 因此她被当成杀人犯 法官判决死刑 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 但还处在青春年华的西珠 却牺牲了 大英回到了西珠的房间 看见遍地的资料和墙壁上的报道 她才知晓这一切的真相 无能为力的大英跪在地上痛哭 后悔自己没能给予西珠 多一点关心 童年本纯真却被污泥染 数年已飞逝 仇心亦难平 人性存一念 冷笑藏至善 绝望了性命 只为求解脱 对于纯真的孩子 至亲的逝去 无疑是最大的打击 心中埋下复仇的种子 虽然能善待他人 却永不可原谅仇人 化身冷血的天使 手持武器带着一抹冷笑 张开黑色的双翼 迈向复仇的道路 殊不知心灵已被玷污 要想做到终结 只有互相了断 好了 本期推荐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坎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